喂鸡 看 看一下也弄得及时 老到位了 去完里去完里 去完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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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菜 给大公鸡还得加 还得给大公鸡留点 加水 那俩鸡怎么还不过来 你在这干啥呢 那俩鸡都给欺负了吗 这都是第五天了 那么他们还有几天 能睁开眼睛呢 小宝贝们 啥时候睁眼睛啊 哎呀 哎呀 帮了我干啥 你去 拿黑 去黑 哎 哎 我来看 别动 我得看看他们啥时候能睁眼睛 嗯 海螺肉抠出来干嘛 炒饭 海螺肉炒饭 嗯 你这家牛啊 海鲜炒饭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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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姐现在切的这个是鸟背 嗯 都是海鲜呢 海鲜炒饭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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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鲜 海鲜 工具 海鲜 小鲜 煮 巨大 如果我可以理解初遍 才可以注意 放入洒落 放入洋葱 中火 放入洋葱 切成葱 倒入洋葱 香喷喷的海鲜炒饭 好嘞 上菜 看看怎么样 炒多了 没事不多 这个炒饭好吃 长门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冰林城下 家人们也能看得见 冰哥又是一通小忙 喂鸡喂狗 照顾小狗仔 那么刚刚呢 接到了一个快递 冰哥呢一直在组装这个 山 山庄的新玩具 也就是一般男士比较喜欢的 拳板 因为他需要组装的 所以说早饭过后啊 冰哥是一直都在安装这个拳板 因为我觉得啊 如果说冬天没事的话 不忙 可以在这里练练拳 第一呢 可以锻炼身体 第二呢 爷们嘛 有时候心里有浮躁的情绪啊 也可以用来打拳 来发泄一下 出发泄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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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过得真快 下午啊运动了一阵 然后呢 兵哥就一直是在忙活工作方面的事情 所以说今天视频相对来讲比较短 望家人们能理解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